第一百二十七集 加大了吸附之力 而且恍若天散一般的气旋顶部 骤然扩散了开来 渐渐蔓延出了天柱山的区域 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仿佛遮天蔽日的巨大乌云 将所有一切笼罩 这朵乌云 烟红更胜往日 平时驻地之处 黄昏一般的迷蒙不在 渐渐白痴耀眼 恍若正午时分 仰望大日横空一般 天柱气旋如此明显的变化 自然瞒不过众人 恰在偌大的气旋膨胀到极处 猛地已凝滞的时候 上百道流光分别从 秦 雍 梁筑地飞出 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一现出身形 无不面露惊骇之色 仰望着这天地生微 所有的修仙者当中 有六人最是引人注目 便是在这气旋天柱当中一动 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的关键时刻 依然在身边排开了偌大的空间 没有任何人敢在他们的身侧驻足 杰丹宗师 六名杰丹宗师一起出现了 见得他们 张凡的目光顿时一宁 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法相宗陈姓老者 白面无须 一幅身宽体盘的富泰模样 便是如此 脸上依然隐隐堆笑 让人见了 陡然生出亲切之感 幻魔道阴阳老怪 人如其名 初一见得 不需辨认声音 张凡就将其认了出来 他的五官还算端正 但是仔细看来 却怎么也不对劲 上半截脸光滑润泽 不逊色身旁的稀弱 娇嫩的容颜 下半截脸则变声求染 皮肤粗糙 恍若常年江湖行走的豪爽汉子一般 这也就罢了 真正让人心计的 却是他那一双眼眸 开河之际清楚地见得 眼人是一黑一白 影韩阴阳的光泽 眼角余光扫道 心中便生出不寒而栗之感 秦州的第三位宗师 隐隐面熟 一时认不得是谁 只见得其手持玉霄 面容清秀 在三人之中是最有宗师气度的 当时御灵宗的高人 他们三人除去关注天柱气旋之外 还暗暗地与对面的三位宗师对峙着 就这么隔着气旋 互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好似都在害怕对方骤然发难一般 韶晴凝制了一会儿的天柱气旋 陡然又生出了新的变化 瞬间将张凡的注意力牢牢吸引 再也无暇关注其他 恍若物极必反一般 扩散到了极限的天柱气旋 慕然迅猛收缩 无征兆无顾及 仿佛气旋的中心之处 凭空生出一个巨大的空洞一般 瞬间吸附了所有来填补 漫天的红云皱缩着 坍塌着 开始还是呼呼风声 继而烈烈尖笑到得最后 好像时间停止 空间也凝制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不见 只有一股压抑沉闷的感觉生出 这股压抑与沉闷 却不是气势的压迫 而是真实存在的 在天柱气旋收缩到极点的时候 张凡便觉得呼吸也渐渐困难 仿佛那恐怖的犀利 将周围所有的灵气空气都尽数吸走 只留下了一片真空 这就像是一条鱼儿 陡然被捞到了水面上 自然就不适应了 气旋的中心处 一片如叶火红隐隐凝出 它火红缓缓流动 仿佛一张饕贴的巨口 不停地吸附 吸附 渐渐不再陷于游历的空气和灵力 开始作用于笼罩范围内的所有修饰的身上 就在犀利加大的瞬间 所有人的体内仿佛多出了无数调皮的小老鼠 不停地上下窜动 寻找出口 欲要破体而出一半 这一感觉出现的同时 张凡勃然色变 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这些隐隐被牵动着的 好似不受控制的东西 不是他物 正是自己一生苦苦修成的灵力 甚至还在带动着它的身躯 也要随之浮空而起 投入到灵气的漩涡之中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树林之中 无数的小动物 鸟兽不羡 鱼虫皆有 仿佛无情的力量 牵引着它们 发出声声怪叫 无法自制地 被吸入到了灵气漩涡之中 一阵咔嚓咔嚓声 张凡的脚下一阵吐石破碎 绝大的力量 才定住它的身子 方才不随波逐流 赶赴那些小动物的后尘 不要抵抗 一声大喝 忽然传遍了整个天柱山的区域 恍若夏日的雷鸣一般 轰隆隆不绝于耳 便是天柱弃玄的弱大声威 也不能掩盖 这是 张凡心中一动 这声音 他也不陌生 正是法相宗的 陈姓老者 随后 同样的话 被阴阳老怪 和御灵宗的清秀老者喊出 显然是分别针对 自己的门人 三位宗士 如此的做法 必有缘故 张凡抬头望向 天柱弃玄的中心处 只见得随着这么一会儿时间的吸附 那里夜状的火红 愈发壮大了 还隐隐地形成了一个门户 这扇门户的上方 隐隐约约 一颗火红色的宝珠虚像 上下起伏着 每一次浮动 都仿佛在运记着什么玄傲一般 下方的门户 随之一颤一颤地 缓缓地打开 忽然 一声犹如开天辟地一般的巨响 默然响彻 天柱弃玄的中心之处 火红门户洞开 门户之后 液态火红不停地缓缓流动 恍若大片的岩浆 在那里汇聚化合 最终凝成了 幽远 犹如星空一般的大片天地 火灵之地 一声交呼 自张凡的身边响起 正是西若的声音 这就是西若所说的藏宝之地 张凡心中动念 又见得树道身影再不抵抗 随着强大的吸力浮空而起 静止投向了气旋中心的那道门户 领头的几个人 正是双方的六位杰丹宗师 见得杰丹宗师都带头了 其他人再也不迟疑 煞世间近百道流光闪现 不仅仅是依靠吸力 甚至是催动自己的灵力来加速 好似唯恐落后于别人一般 修仙之人最重的 不外乎根骨苦修和机缘这三点 根骨为宗门所中 苦修为自身的把握 只有机缘这一点 则是所有人孜孜不倦 永恒的追求 此时机缘当前 这般的声势 里面的藏宝自然不是凡品 连杰丹宗师都动心 何况他们呢 随着门户的洞开 吸力也到了极限 便是张凡也渐渐地承受不住了 恰在此时 一道白色的身影 疏忽一下从他的身边窜起 眼角余光扫过 正是西若 到底是什么宝物 让西若也如此动心呢 可惜方才没能问清楚啊 沉吟了一下 终究不愿放过眼前的机缘 张凡叹息了一声 不再抵抗 整个人瞬间冲天而起 轻刻投入到了门户之中 水波荡漾 恍若投入到了水中一般 一阵迷蒙 一阵恍惚 清醒过来 眼前已然换了天地 火灵之地 远古的星空 当是何等模样 是否有惊天动地的大神通者 纵横来去 挥手间挥灭一切呢 这些张凡并不知晓 只是偶然想知 心生向往罢了 此时在他眼前出现的景象 却多少有些远古星空的味道 不同的是 这片星空一派火红 上下左右四面八方 无边无影 无论如何也见不得界限 目之所及尽是火红色泽 充施着所有的 皆是粘稠稠的 恍如液体一般的火属灵气 在这没有丝毫生气 仿佛永远停滞不动的火红星空之中 灵星有点点黑点 如果在近处就可见得 这些黑点尽是一些或大或小的 熔岩浮岛 仿佛岩浆凝结而成一般 上面遍布着像蜂窝一样的孔洞 仿佛稍稍用力就会四分五裂似的 这些看似脆弱的熔岩浮岛 却是所有进入到此地的修仙者们 唯一的落脚之处 在这无垠的星空之中 没有方向感 没有存在感 若不脚踏实地 就仿佛随时随地 都可能漂浮而起 迷失其中一般 事实也真是如此 张凡刚刚清醒过来 便感觉身子浮动 好似近身在温泉之中 周身满是浮里巨大的液体 不把握住重心 就要浮起远远的飘开 在这样的地方 要是漂浮开来 却不是如外界一般 稍稍运转灵力就能飞回来 进入此地的修仙者们 第一时间便感觉到了异常 火 到处都是火属的灵力 排斥其他 天上地下 唯有无尽的火源充斥 这样的情况之下 本身的灵力一经离体 就会被稀释同化 再不受到自己控制 哪怕是神石都受到了限制 探出体外不过树杖 便有一股灼热传来 仿佛无形无质的神石 也被燃烧了一半 真刺一般的疼痛随即溃散 还不如直接目视来的实在 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自由来去 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瞬间爆发出霸道无比的灵力 将粘稠的火源之力排斥开来 获得片刻自由的空隙 第二是融入其中 借其力飞行 两种手段 皆不是普通的修士能扳倒的 前者自不用说 由此水准的 只有站在筑机器巅峰的那几个人 后者则必须是将火属神通修炼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方能如此 当然 以上所说 皆不包括结单器的宗师宅内 对他们来说 无论哪种手段都不成问题 这样的环境 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几乎是将一身的神通限制个干净 但是对张凡来说 却是再好也不过了 稍稍体察一下 他的眼中骤然闪过了一抹亮色 如果 环视了一下张凡眼中的亮色剑农 心中一个念头浮起 这样的环境下 还不是任我来去 便是 想几此 他的目光移动 最终注视到一个富泰的身影之上 众人进入的前后 不过几息差距 入得这火灵之地 也是集中在一块 偌大的熔岩福岛之上 福岛虽大 未寻得一线机缘 入内的修士却更多 满满的近二百个人 几站在一个福岛之上 一时间显得压抑无比 啊 就在张凡关注结单宗师的时候 却闻得一声怪叫 扭头望去 正见得一名年轻修士 不知道是被谁推了一把 还是自己亮枪了一下 总之啊 跌跌撞撞的 静止撞向了福岛的边缘 本来以其趣事 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在边缘处停下 不想就在那个边缘地带的旁边 却有人站立着 观望年轻修士的动作 仿佛要将他撞落福岛一般 哼 找死 那人冷哼了一声 也不见他动作 年轻修士面前的 粘稠灵气骤然凝结 恍若一面墙壁一般 硬生生地将他挡住 这还不算完 就在年轻修士 见得动手之人是谁 心中恐惧发出惨叫的时候 那面灵力的墙壁 拨动了一下 将其团团裹住 一抛 瞬间就把年轻修士 从福岛上扔了下去 阴阳老怪 不阴不阳的脸 不是阴阳老怪 又是谁啊 被他抛出去的年轻修士 不过练气器的修为 如何能够在这 粘稠灵气当中自由飞行啊 几乎在被抛出的瞬间 包裹着的灵力一团出去 他就上下左右不停翻转 远远地漂浮了开去 只有生生地惨叫 在远处传过来 此人也是倒霉啊 撞谁不好啊 偏偏是撞向了喜怒无常的阴阳老怪 这下可好了 以他的修为除非自觉 否则就准备做一辈子辅导吧 就在众人或幸灾乐祸或心生怜悯的时候 情况突变 漂浮在星空之中的年轻修士 忽然猛地一掷 玄机一点金芒 在他的胸口处闪烁了一下 接着甚至连惨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 年轻修士的整个身体上猛地燃起了大火 火光一闪而始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若不是福岛上的人正好关注着此人 甚至有可能忽略不过去 不过他造成的后果却是让人无法忽视 此时那名年轻修士已经不成人的模样 周身一片焦黑 没有四肢轮廓 也没有头颅 只有一团焦炭的形状 仿佛是一个最小号的福岛一般 烧情之后 这团焦炭又好似被方才的火焰烧尽了所有的支撑一般 瞬间崩散了开来 化作一点点黑色粉末状的东西 飘荡开来附着到了附近的福岛之上 好纯粹的火呀 张凡玩火玩到现在 如何能不知道方才闪现的那点金芒 分明是纯粹精炼到极点的火焰 看来在这火红星空当中也不是那么平静啊 还有这老怪物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啊 张凡不由地忘了阴阳老怪一眼 心中若有所思 一声冷哼 毫无征兆地想起来了 阴阳 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呀 粘稠的火属灵力 好似受到了什么压迫 瞬间凝聚成一个拳头的形状 静止轰向了阴阳老怪 嘿嘿 童姥姥何必生气呀 阴阳老怪大笑出声 袖子一挥 偌大的灵气拳头 当即四散开来 在空中凭空烧出了一大片火焰 显显地烧到周围的弟子啊 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而已 在你们神肖宗算得什么呢 不如拿来实验一下 神肖宗 张凡文言目光一致 放向了那名 童姥姥 那是一个身量 不过十四五岁的少女 看脸蛋 不过是双十年华 但是一头鹤发 却如冒蝶老人 用鹤发童颜来形容 正是再合适不过了 神肖宗宗师 张凡不由地多看了一眼 他跟神肖宗的仇 可结得不小 还是以防万一为好啊 不过正如阴阳老怪所说 在神肖宗里 男性外门弟子的身份地位全无 不过像炮灰一般的存在 那名童姥姥 不过是面子挂不住 找个台阶而已 否则 以其结单宗师身份 发出的招数 又起身那么容易化解的 好在是个贱男人 否则 老甚我 定要让你好看 你阴阳 也不是没有弟子啊 童姥姥一笑 丝毫不顾及 父亲神肖宗 男弟子的脸色 说着目光犹疑地 宁到了西若的身上 够了 现在还没开始 我们也不要在这里 演戏给小辈看了 阴阳老怪 见其把注意力放到了 西若的身上 也不再敢继续调侃下去 移开了话题 走吧 在这挤着 算什么事啊 一旁看戏的陈姓老者 忽然悠悠地说道 随即脚下一动 整个人自福岛上飘起 周身上下仿佛瞬间浮起无数根细针一般 瞬间破开了粘稠的灵气 一条康庄大道直通附近的一个小岛上 与先前那名炼器器弟子的狼狈相比 陈姓老者的动作 尽显杰丹宗师的风采 云间漫步一般 不急不缓地来到福岛之上 随后 盘膝坐下 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 见其形状 其他的五名杰丹宗师哈哈一笑 也随着破开灵气 各自占据了一个福岛 就在他们盘膝坐在小福岛上之后 各个福岛随即震颤了一下 一个个的 仿佛都有什么无形的力量 在催动一般 瞬间脱离了静止的状态 破开粘稠的灵气 冲到了三周修士驻足足的 大型福岛正上方 一排六个 在同一个高度静止了下来 这样的福岛 竟然还可以作为 非洲一般的东西使用 底下的众人大开眼界 心中羡慕之情 单凭他们 若是一离开福岛暴露在外 立刻便是先前那个 年轻修士的下场 除开羡慕之外 也不能做什么了 张帆抬头望了上空六个福岛一眼 微微一笑 寻了一块空地 盘膝坐了下来 以他的金乌荣火神通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正是如鱼得水 若是施展出来 怕是比那几位宗师 还要轻描淡写吧 不过 他却不是准备出风头的那个人 如此多的修士 争夺同一样东西 要说不拼杀一场 怕是连小孩子都不信 能多留一张底牌 那就多留一张吧 张兄 你很悠闲吗 一个娇嫩柔媚的声音 伴着阵阵的幽香 从自己的身边传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